國道上前方兩台車都要變換車道 打方向燈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結果銀色轎車駕駛自己嚇到大失控 銀色轎車急速往左切 黑色修旅車車頭摩擦護欄 保險桿噴出來360度原地打轉 旁邊還有第三台車夾縫中求生存 驚險躲過一劫 兩台車上一共六個人飽受驚嚇 其中四人受傷送醫 還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地點在國道3號北巷接近大甲收費站 警方研判疑似因為變換車道不當糧貨 另外台中無期台灣大道港部路口 銀色轎車跟著車流轉彎 但對向一輛雙B轎車竟然闖紅燈 銀色轎車右後車輪凹了一個大洞 招式車輛車燈下板金也斷了 但駕駛油門一催沒有停下 他現在跑了 民眾募集整個過程嚇得不停驚呼 警方已經透過車牌 掌握車主身份 桃園觀音也有26歲女騎士在路口左轉被對向綠燈 執行車狠狠撞傷 女騎士整個人彈上擋風玻璃 飛起來重摔 雙腳膝蓋著地 讓人嚇出一身冷汗 還好他命大送醫後檢查只有四肢擦錯傷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